今天Keeper热搜大头条 来看看网友们热议的新闻有哪些 首先是白眼女议员黄杰今天要直询 那昨天她还在脸书上先泄题 说可以让韩国瑜先赶快做功课 但是韩市长好像也做白功 因为今天在直询的时候 黄杰点名了所有的局处首长 就是不点韩国瑜 那事后有媒体就问到她说 为什么故意不让韩市长讲话呢 黄杰也说得很酸 说反正有分机可以打 干嘛打总机 意思就是说这些人都会回答 我干嘛要问韩国瑜呢 反正他也说不出什么内容嘛 说要凸显的是韩国瑜的不认真 好那再来看到的是 日本媒体报道柯文哲要选总统咯 好那是柯文哲呢 接受日本朝日新闻的专访 他就有透露 确实在准备明年的总统大选 但是他也强调 不见得会付诸实际行动啦 甚至还举例 说日本战国时代不是有个武将吗 叫做德川家康 就是因为很懂得忍耐 最后才夺得天下 这是在暗喻自己吗 另外来关心的是 蓝宁的立委不断质疑 说农委会花了1450万的这个钱 进行洋网军的行动 那么今天还有周刊爆料哦 说这1450的基地 就在台北市东区某大楼内 但是农委会的主委 陈吉仲听了以后很不高兴啊 他说这是不实指控 强调呢所有的标案都是公开也透明 再说有人在指控这个农委会 诱葬抹黑的话 他说农委会一定会提告的 好同样第四点我们来看看 这难道也是一个不实指控吗 中华邮政明年要成立智慧物流中心 但是昨天传出哦 说读后某一间特定厂商 把所有的出租单位呢 都是让PC Home给包下来 对此中华邮政总经理 还有董作都接连下台哦 那现在根据了解 疑似是有高层有力人士 介入了这个事情 另外我们再关心的是 台北市政府金船有色狼 酒后去摸女公务员的大腿 甚至呢还想跟着被害人回家 而这个人是谁呢 他居然平常的工作 就是要负责督导公务员连结操守的 财政局政风市主任叫黄毅庸 那么事件曝光之后 他已经被寄两支申戒 可是呢廉政署觉得说罚太轻了吧 已经退回这个惩处案 要求要严惩 好精选新闻 我们带您关心的是 之前很多人会投给韩国瑜 都是因为看了馆长 觉得说馆长很挺韩嘛 而且还出钱出力 所以呢就把这宝贵的一票 投给韩国瑜 但是馆长现在道歉了 他说我不应该被帮韩国瑜背书的 他说因为之前呢 他不知道韩国瑜上任之后 没有多久 就心里想着选总统 说话不算话 他觉得自己挺韩 根本就是他活到40岁 有生以来最屈辱的一件事 在镜头前面 郑重的跟 去年选举 只要有投韩市长国的粉丝 国长在这边郑重的跟大家道歉 馆长当初很挺韩 如今几乎天天骂韩 对照韩国瑜的脸书 每周增加粉丝数 近期更是大幅度下跌 却因为骂国军士 太监穿西装 如果我今天再这样盲目的支持他的话 我跟你讲天地不容 脸书以表版分析 韩国瑜从4月初 网络声量直直坠落 光是被骂国军太监说后 互动数就下降30万次 之后再被批自经驱 声量更低了 随后馆长连番开直播 现是大骂韩国瑜言而无信 再批捐款给韩国瑜 没收到感谢状 互动数来到72万 但馆长说后悔挺韩 更让韩国瑜脸书声量 跌落谷底 那他不道歉 他不承认错误 我承认 那时候有点替他背书的感觉 再次跟全台湾的所有观众朋友 致歉 道歉 也枉费你们相信馆长 馆长道歉自己看走眼 但真正该道歉的恐怕不是馆长 我敢脱城之乱 做人我到现在40岁了 这个是我又是以来最屈辱的一件事情 也对不起台湾人 对不起高雄人 三星文李先奇周二圈装详遇 台北报道